大家好,我是牛哥点评 今天我们继续来说一说广西爱情故事 昨天大家也知道 小勇昨天被凤姐叫去吃了一顿饭 但是这顿饭吃的是非常的不愉快 昨天小勇去凤姐家里面吃饭 吃午饭 结果没买牛奶,没买小孩子吃的零食 却只拎了一袋野菜 这个广西叫白花菜 凤姐非常非常的不高兴 后来就中午煮了一锅野菜 还有一个酸瓜给小勇吃 一点油也不放 这个凤姐还是挺聪明的 因为小勇不懂事 凤姐也准备给他上一课 其实我倒觉得小勇确实应该上课了 去别人家吃饭 无论是在哪里 在全国各地 大家也知道去别人家吃饭 不能空手而去 小勇可能会狡辩说 昨天他没有空手而去 摘了一袋子的野菜 但是大家也知道 这个野菜什么年代了 现在小康社会谁还吃野菜 对不对 又不是说吃不起饭 所以呢 我知道你走吧 好的走 所以呢 这个凤姐呢 昨天呢 很生气啊 也觉得 我也觉得呢 很正常啊 换成牛哥 小勇如果来吃饭 是特意去叫他来吃饭 他竟然呢 还不懂礼数啊 已经呢 是第二次了 第一次呢 也有一次啊 就上一次呢 小勇第一次去凤姐家里呢 给他买了八斤的红薯 其他呢就没有了 但是大家也知道 红薯呢 这个在广西啊 非常的普遍 家家户户都有红薯 所以说呢 这个拎红薯 去凤姐家里 这个相当于呢 没有带任何的礼物啊 所以呢 凤姐呢 对于小勇 一而再 再而三的 这种冒犯的行为 也是呢 这个气的呢 快吐血了 除此之外呢 今天啊 就是小勇呢 还是这个非常 这个 倒霉的啊 今天呢 小勇呢 昨天去凤姐家里的时候呢 没有买任何的水果 但是呢 今天呢 小勇呢 却花钱了 花了差不多五六十块钱 买了一个西瓜 买了一个柚子 还买了几斤橘子 去看望小凤 今天呢 小凤呢 没有看见 却看见了凤姐 凤姐对于小勇的到来呢 非常的这个生气啊 他心里呢 肯定在想 你倒好 昨天呢 这个来我家吃饭 结果呢 却不买水果 今天呢 来看望我的妹妹 却买了三样水果 凤姐呢 确实呢 是这个气在这个 应该来说呢 是头上都快被气冒阴了 然后凤姐说呢 这个小凤不在啊 说你这些水果 自己吃 不要拿到这边来 这个凤姐呢 还和小勇说 一个大学生 天天呢 什么事都不干 天天呢 只知道抓鱼 浪费自己的青春年华 其实呢 我倒觉得 小勇呢 确实有点过分了啊 这个去小凤的姐姐家呢 一点礼物都不带 然后呢 去来看小凤呢 却买了三样水果啊 今天呢 这个小勇呢 也这个真的是脑袋脑袋发乐啊 应该说是脑袋发乐 如果今天小勇呢 是空手来看小凤的 凤姐呢 也不会啊 如此如此的生气 应该来说呢 小勇啊 就是这个脑子啊 不太清楚 大家也知道 小小凤和小勇呢 已经呢 认识一年多的时间了 两个人呢 感情呢 已经很深了啊 买不买礼物呢 已经是无所谓了 而且呢 小凤呢 他自己呢 也买得起 买得起水果吃啊 不需要呢 小勇呢 天天呢 来买水果给他 但是呢 去凤姐家吃饭就不一样了 凤姐家 大家也知道 他们家呢 也不是贫困户啊 也是有房子的 城里面呢 也有房子 农村呢 也有房子 而且呢 还有产业啊 就是养鸭和养猪的 创业计划 所以说呢 去凤姐家 这种啊 应该来说中产阶级的啊 去中产阶级的家庭 小勇呢 却没有买任何的礼物啊 真的是非常的搞笑啊 非常的啊 犯了一个低级错误 因为呢 像这个凤姐 他们呢 一般呢 都是自私自利的啊 越是去四例的家里面啊 你一点礼物都不买 他们立马呢 就会翻脸给你看 今天呢 小勇呢 就受到了这个凤姐的好几次白眼啊 除此之外呢 今天呢 这个小勇呢 这个在白天呢 又去抓鱼了 就在凤姐家的池塘里面 又去钓鱼了 钓上来了几条呢 小的糖角鱼 其实呢 刘哥在说啊 这个玩物上至啊 这句话呢 非常的贴切 小勇 大家也知道 小勇呢 来到这个青州啊 已经呢 快20天了 但是呢 每天呢 不是在抓鱼 就是去抓鱼的路上 我想问小勇 你抓这么多鱼干嘛呢 对不对 而且呢 这些这个 呃 凤姐家 他们那个池塘呢 是养鸭子的 鸭粪呢 全部呢 落在这个池塘里面 这些糖角鱼呢 虽然呢 长得很肥 但是呢 味道呢 非常的不好吃 而且呢 小勇呢 老师说 这个钓鱼 抓鱼 准备呢 去把鱼卖掉 但是大家也知道 他呢 从来没有一次呢 卖鱼成功过啊 也就说呢 这些鱼啊 除了自己吃 除了自己吃 其他呢 是一无用处啊 所以呢 我感觉呢 小勇呢 真的是浪费了 大好的青春年华 对不对 啊 小勇呢 本来呢 还说要跟着凤姐呢 一起合伙养鸭子 养猪的 结果呢 就是这样 叼锅锅的这种行为 啊 让凤姐 还有小凤的老爸呢 对他呢 是非常的看不起 这个今天呢 还有这个小勇啊 我真的这个 对小勇啊 这个智商啊 严重怀疑 是不是这个 只读了小学 三年级 啊 没有大学毕业呢 小勇呢 口口声声说呢 自己呢 是大学毕业生 今天呢 到了这个下午四点钟 小勇呢 又路过了这个凤姐家里面 小勇呢 自己呢 这个还没有认识到错误的严重性啊 本来呢 大家也知道 凤姐呢 已经是对她呢 是恨之露骨了 但是我们这个小勇呢 今天呢 脑袋发了四点多了 还想呢 去凤姐家里吃饭 凤姐呢 看见小勇来了 真的是恨不得呢 一下子呢 用哨筹呢 把她扫地出门啊 但是呢 来者多时刻啊 凤姐呢 这个 能瘦瘦 能非常的瘦弱 也打不过这个小勇啊 小勇能高马大 所以呢 凤姐呢 只能呢 对小勇呢 翻白眼啊 非常的冷漠 这个小勇呢 却还是这个 非常的这个 应该来说呢 是这个 自我陶醉吧 小勇啊 就是有一点呢 大家也知道 她呢 就是没有自知之明啊 但是呢 人贵有自知之明 有时候 你没有自知之明 那就是一个傻子 今天呢 小勇呢 太傻了 凤姐呢 明明呢 还在气头上 早上他看见 小勇买礼物 买水果给小凤 他心里面 已经气得是不行了 想不到呢 下午呢 小勇呢 又来自己家里转悠 小勇呢 还跟这个凤姐说 姐姐 我想在你们家吃饭 然后呢 这个凤姐呢 终于大爆发了 你还想来我们家吃饭 你看看 你给我们家 带来了什么礼物 第一次呢 带来了红薯 虽然呢 有八斤红薯 但是呢 这些红薯呢 说难听一点 给猪吃 猪也不一定吃 然后呢 第二次呢 带了这个 一大袋的野菜 白花菜 然后呢 凤姐说这个白花菜 一分钱都不用掏 你呢 真的是太聪明了 然后呢 还想来白吃饭 凤姐呢 反正呢 是你都不去 你小勇 后来呢 这个凤姐呢 走到了他们自己家的天台上 然后呢 小勇呢 跟了上去 小小 就是凤姐呢 终于呢 爆发了 说呢 这个你呢 还是赶紧呢 回桂林去吧 这个小风呢 也这个不会 就是嫁 嫁给你 因为呢 这个你让这个 他们两共同的老爸 也就是说 凤姐的老爸 对小勇呢 也是这个非常的生气 明明呢 第一次去叛 拜访老丈人啊 大家也知道 老丈人啊 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一个角色 对不对 他要把亲生女儿嫁给你 你总得意思意思吗 但是呢 大家也知道 小勇意思意思啊 真的是意思意思 别的这种女婿啊 是恨不得呢 这个就是 把所有的钱都拿出来 给老丈人买好烟 买好酒 买水果 买老母鸡 但是呢 我们这个小勇呢 却买了什么呢 却买了呢 几斤呢 就是红薯 依然是红薯啊 还买了这个十多个鸡蛋 还买了几斤橘子 这个成本啊 这个所有的三样东西 加起来都不超过五十块钱 这么寒酸的礼物 然后呢 去拜访老丈人 这个小凤的老爸呢 确实呢 也是气得不行啊 差点呢 就是要得病了啊 换成牛哥的话 牛哥呢 也要吐血了 就是来看望老丈人 进来呢 买这么寒酸的礼物 然后呢 凤姐呢 说了 自己的老爸呢 也很生气啊 小勇呢 说这个 下一次啊 去见这个凤姐的老爸 绝对不是这么寒酸了 下一次呢 一定呢 给他买两千块钱的礼物 凤姐说呢 你还想下次 下次 没有下次了 然后呢 凤姐呢 撂下了一句狠话 说怪不得你三十多岁了 还是一个光棍 这辈子 你打光棍是要打定了 总体来说呢 小勇打光棍啊 确实有原因的 情商太低啊 情商太低 这个大家也知道 明明呢 有机会 很好的机会 摆在小勇面前 这个凤姐的老爸 也就是说小凤的老爸 这个一个星期前 家里面呢 正在呢 就是建车库啊 虽然呢 这个车库呢 建起来呢 不是给小凤用的 是给小凤的弟弟用的 但是呢 正是缺人之际 小勇呢 却还是呢 去钓鱼 甚至呢 不愿意呢 去帮忙 小凤呢 也劝这个小勇 说大好的机会 你应该呢 像凤姐的老公 就是像自己的姐夫一样 去出出力 这样子呢 这个自己的老爸呢 肯定呢 会对你高看一眼 大家也知道 这个农村嘛 这个学家的女婿呢 就是最勤劳 这个当父母的 当这个老丈人的 肯定呢 也是很欣慰的 但是呢 想不到呢 小勇呢 却依旧呢 屌儿郎当 依旧呢 把小凤的话呢 当成耳旁风 宁可呢 自己呢 在这个 就是铁皮房里面 睡大觉 也不愿意呢 去帮忙 而且呢 小凤呢 让他帮忙 照看鸭子 小勇呢 还趁机呢 从小凤身上 敲诈走了600块钱 所以说小勇这个人啊 真的是无药可救了 牛哥呢 对小勇呢 已经是失望自己 广大网友和粉丝们 对小勇的表现呢 也是失望自己 我感觉呢 小勇如果 50岁找不到老婆 那也是挺正常的一件事情 因为小勇这个人啊 就是该花钱的时候呢 没有花钱 不该花钱的时候呢 乱花钱 好了 今天的视频呢 就拍到这了 大家对于凤姐啊 严厉的批评了小勇 大家觉得凤姐所说的话 有没有道理呢 欢迎大家在本视频下方 给我留言 喜欢本视频呢 朋友们 麻烦大家长按点赞 五秒钟 给我来一个强烈推荐 谢谢大家